歡迎大家收聽這個星期六主場 我是錢志健 今天的星期六主場 會比較簡短一點 有幾件事都要 希望大家為這個節目代討 首先這個星期 我平時用的網絡 已經down了四天 今天找個Rogers 這個網絡公司的人來看 他說外面的線被老鼠咬了 大件事 然後明天 星期六主場播放的時間 就會有另一個technician來做 我做了一些arrangement 因為那個人將會在芝加哥 因為有一個是為香港政治犯祈禱的一個活動 就在中國領事館門口 還有會在一間教會裡有個分享 分享在獄中的朋友 怎樣去面對他們的挑戰 怎樣去迎接或者是 去迎接受苦難 我們要關注的事情 現在都去到今年年尾 有兩件事我想跟大家一起祈禱 首先就是關於香港的事 有很多人在這段路上想離開 加拿大的救生艇 其實到了2026年8月就完結了 2026年8月就是之後 這個不是一個on going的事情 也會是一個始終完結的一天 現在執政的所謂自由黨 會不會再延續下去呢 這個很難說 但是在加拿大的領域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聯邦選舉 不知道什麼時候叫出來 那現在保守黨的民望 都是十分之不錯 他們的黨會叫Pierre Poliath Pierre Poliath 其實他在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前 就來過加拿大東岸多倫多 就有一個聚會 這個聚會本來就是 應該早幾月之前 大家記得加拿大有一個大的山火 所以就是沒有了 改了就是在兩個星期之前 就有一個地方叫Richmond Hill 就跟中國和香港 就是Chinese去見面 我就stay了一陣子 因為太多人 我沒有機會跟他聊天 但是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也希望問一下他 如果保守黨可以成為 新的一個主政的加拿大政府 他會怎樣去看這個救生艇呢 會不會是一個 ongoing的事情呢 這個值得去問他 值得去問他 另一件事呢 我想都很多人關注就是 以色列和哈馬斯這個戰爭 那麼 哈馬斯絕對是 有這個 就是所謂 恐怖襲擊 這個恐怖襲擊 是十月初發生的 那麼到現在來講呢 就是以色列 有沒有做了一個所謂 war crime 的事情呢 戰爭罪行的事情呢 譬如說去炸了一些醫院啊 或者是說學校啊 那這件事就是 你說炸了一些無辜 我相信這個都很難去說 不是 就是那個target 還有你整個 加沙的北面 現在是已經踩平了 那麼他進去 也是向南走 那當然兩邊都有他們的說法 甚至是在說 在醫院的下面 那裡會有一些的通道 去到地下隧道 其實我相信呢 在加沙來說呢 是有無數無數的地下隧道 是通住的 那去到這個 這個 point 來講呢 其實 很多人說 一邊就是 曾經是 特襲式去 做一個恐怖襲擊 另一邊就是去 去捍衛他們自己的 以色列人的 他們的防衛 所謂的 Defend 但是在 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 很難是 有一個 Solution 我想到 這件事會是延續下去到 2024年呢 都會有 發生的 在 其他當然呢 就有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現在都是 一路 ongoing 但是世界的焦點 也都 在早幾天之前 就去了 這個 亞太經貿會議那裏 那裏 你有看到 習近平還 拜登去 談 看看有沒有 一些 軍事上的 可以再有一個 對話呢 那國防部長 如果呢 中國現在是 Name一個新的 即是有一個人 的話呢 可以繼續的去 談下去 那有很多 事情都 不是我們掌握之內 那剛才我們講的 無論是 香港的 救生艇 加沙 和以色列之戰 和 或者是 烏克蘭 甚至是 經貿組織 那最後 我想 當然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 香港的政治犯 那 47人案 裏面 進入一個 所謂的 結案層次 那 不知道 下個月的 講的 18號 黎智英 即是壹傳媒的案件 是不是可以開審 這些全部都是 微指數 那 我們為 就是以上的 所有的事情 我們 今天 低頭祈禱 好 如果 大家 是有 一路支持 開我們的 星期六主場 我想 我也要再呼籲 多一次 就是 我們的製作 很需要大家 的 支持 真的是 在資源上 無論你是 透過 Super Sticker Super Thanks 做一些 即場的 支持 或者是 透過 我們的 宗教 那個 donation 那個 平台 透過 giftsandgo.com backslash savehk 或者 patreon.com backslash addchin 這幾樣東西 都可以令到 我們的 製作 延伸下去 我們嘗試的 亦都是 有 星期日主場 但是那個 是 除了資源之外 我們要繼續 祈禱 希望可以 有一個 清晰一點的 direction 最重要的 就是 有 一個 異象 去做好 這件事 那 我都是 密釋著 一些 在 不同地方 神學院的 學生 看可不可以 他 都是去 嘗試 在 星期日主場 給我們 一些新的體會 希望大家支持 你聽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就剛剛應該就是 會是 降落在芝加哥那裡 因為就是有 一個 教會的聚會 還有 有星期日在 一個 中國領事館門口 的一個 叫做 Protest 大家都 希望 為這件事 為我們 祈禱 因為 香港的事 是這個台 最主要 成立的原因 因為 這個是要來 對沖回港版 國安法 那 請大家 提 低頭祈禱 尚主 請連吻我們 一切 我們 有很多的未知 求主帶領 在未來 今年都快要連結 完結的時候 我們 需要的是一個方向 一個更加清晰的指引 其實 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難以掌握之內 求主連吻 求主給我們 有 清晰的智慧 去積極面對每一天 這個台 Action World 世界頻道 就交到你的手上 希望你可以保守我們 保守 在監獄中 現在坐在政治犯的 一些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 心靈上 得到終極的平安 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